而又是柬埔寨詐騙案件 就是台中檢警那幾天前 繽紛多路逮捕人蛇集團首腦 經過調查就發現以朱信主嫌為首的人蛇集團 從高薪周末到假扮政見 再到集中住宿搭機出國 通通是一條龍服務 而被害人只要一抵達柬埔寨護照 就會直接被扣留 被迫要加入到詐騙集團來工作還債 至少有二十多人受害 被警方逮捕的人蛇集團首腦 朱信男子一路低著頭 和身穿藍衣的共犯 一塊被移送地檢署 他涉嫌和柬埔寨非法成員 聯手詐騙台灣人到柬埔寨 台中檢警繽紛多路 在台中彰化花蓮等地展開搜索 查獲人蛇集團 調查發現嫌犯還採豬仔一條龍服務 從高薪招募 辦證件 偽造小黃卡 被害人上鉤後 再由白排車司機載到日租套房 集中住宿 直到出國當天載到機場 搭機出境 以抵達柬埔寨 護照立刻被扣留 被迫加入詐騙集團工作還債 已經有二十多人受害 男子戴著口罩棒球帽前往超商 ATM領錢 但他多次進出超商又拍照匯款明細 超商店員發現有意通報警方 男子隨後就遭警方盤查當場人贓聚貨 這名車手還常戴不同帽子變裝企圖引人耳目 警方同時查獲在超商外等著收款的理性共犯 不只國內詐騙層出不窮 近期又有大批台灣人遭誘騙到柬埔寨被扣留護照 男反家詐騙事件接二連三 呼籲民眾事前多方查證提高警覺 才能避免受騙上當 記者林一峰 林宏記 黃金璇 台中商話 最後報道